8月29日晚,亚运会女排比赛,进行了四分之一决赛,的全部四场争夺,在最后一场比赛中,中国女排以3比0完胜菲律宾,半决赛将战日本队,虽然对手较弱,但中国队为了保证状态。 然而排出了较强首发,首发为主攻朱婷,刘孝彤,副攻颜妮,袁金月,接应公祥宇,二传丁霞,自由人林立,精英层春泪因伤病人因缺战,主攻李盈莹登场比赛出任替补接应,首局中国很快将温差拉开,局末中国队两点换三点时,派上二传姚迪和建议李盈莹,以25比15先胜, 第二局中国队排局在朱婷的发球轮强势减分,以6比1超出,最终以25比9再胜,第三局朱婷获得休息,李盈莹重回主攻位置,和刘晓彤搭道,场面依然成一边倒姿势,中国队以25比7拿下。 至此,中国队在本届亚乐会的6场比赛,为11局,公祥宇以16分成为全场得分王,袁新月要5分,刘晓彤10分,朱婷八次进攻高校得到5分,同一天的比赛。 泰国、日本、韩国同样一番比零分别淘汰越南、哈萨克斯坦克印度尼西亚,晋级四强。 31日,中国女排将在半决赛中迎战日本,泰国迎战韩国队。 图片来自网络,微信封锁,我爱女孩ID,W-E-L-O-V-E-V-O-L-L-E-Y,查看更多精彩文章。